学员中下棋高手是谁 我看你的表情不对啊 很对 你确定是这样的 不说的 各类其中又有哪些文化奥秘呢 为什么叫象棋 就是因为那边有象 降和帅 没有那么大的子友 常常有个句话叫当土炮 另外一个词叫马后脚 有的时候足也可将军的 快乐汉语一起探究棋 掌握了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伴主人韩佳 这边呢就是我们六位 胡佛和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这边呢是我们两位导师 我们的传道导师隋璇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解惑导师 法叔老师欢迎您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依然要推出一个主题字 这个主题字是什么呢 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 两幅图分别是在干什么 下棋 但是有不同 左边我知道都是微棋 比事实 跟第七玩的 对 右边是俄罗斯的 他在下国际象棋 所以这个主题字呢 说深奥 很深奥 因为你要是参与其中的话 是不简单的 要说简单呢 也很简单 一看他们的动作就知道了 知道了吗 来 埃塔 棋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棋啊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机器人下棋 阿尔法狗的突破在哪里 它已经不像是以前的老机器 只是知道一些那个象棋的组合 这个阿尔法狗的庙子是因为它会向自己学习 虽然它那么强大 它也是在那个礼事时的手上拜了一次 所以这个人别忘了 这就是它的庙子 它拜了一次 然后它可以吸取自己的教训 自己为自己编程序 自己为自己判断情况 这就是人工智能 吃阿尔法狗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这些机器它就是它的目的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下这个起 人可能一天智能 打那么15次嘛 那个机器它不睡觉 不用吃饭 什么都不用 阿尔法狗好像是几百万 次一天都在下 但是人家还是会更方便 因为人什么都会啊 对 机器这是一个目的啊 狭义上来说呢 计算机跟人可能有胜有负 但是从广义上来说 人类永远是胜利的 阿尔法狗只是人类的一个工具 就像我们一个汽车一样 我也跑不过汽车 对不对 但是呢 假如我家是一辆汽车 我一定比那个只有一辆汽车 我要比它好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人工智能 它也是由人类来控制 人类来设置的 言归正传 这个旗字是怎么来的呢 旗字它是源于一种制作的材料和发音 汉代的传书 上边是它的音 就是漆 下边呢是属于这个旗 人们制作它的材质 演化到唐代的开始的时候 是上下结构 然后演化过程当中呢 人们把它变成了左右结构 所以这个字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你们都喜欢下旗吗 非常喜欢 喜欢 喜欢 为什么呢 艾卡 我的爷爷非常喜欢下旗 然后也是经常鼓励我们 去下旗 他为什么鼓励你们下旗呢 因为他觉得这是对 就是对智商有帮助 他一直说要读书 要下旗 要读书 要下旗 你高智商 我来玩笑的时候特别固执 就是我做什么 就是觉得 这个必须这么做的 后来就是我 我爸为了当我 就是想得开一点 说了我什么 就叫我怎么下旗 然后我们下旗的时候 发现了 你应该思考 应该灵活的 后来是我放弃 那个固执那种想法 然后慢慢地 就是想 对方的对手 就是我的知音 我来到中国 我发现 不管是老年人 还是小朋友都喜欢玩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文化的一个内容 我就想知道 这为什么在中国 那么活 可以这么说吧 就像我们刚才同学说 他可以开发我们的智商 我想起我们国家 还有一个杂文家 就是梁世秋先生 他有一个杂文叫夏琪 他说人啊 是一个特别好斗的 一类群体 那么在斗的过程当中 人不能总是去肉搏 人们更多地需要一种斗智 而不斗力 所以琪就是一个斗智的过程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考考大家了 有关于这一个琪 主持我们先来看图 太简单了吧 是不是危机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个 刚才开场的时候 不是照片里几起和人 他们在下棋吗 为什么选了危机 为什么会没选了 什么无子气什么 那就是说明 你不会下危机 你看这个 首先这个板多大 你有多少个空间 这个可能性 也是几千万的可能性 欧姆西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围棋是复杂的 我们看到这个棋盘 纵横交叉 但是由它所带有的棋局的变化 却非常大 整个围棋的变化 它的变化的数量 大约是三乘三百六十一次放 反正人家说 到现在为止 大家下了这么多盘棋 还没有两盘棋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它的变化的多 所以人们才愿意 在人机大战的时候 选择人与鸡之间 以程序之间去这样的交流 它最早是怎么发明的 围棋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表现 我们一看到这个棋盘 纵十九道 横是十九道 在纵横之间 它有一个原点 这叫天园 中国文化当中 我们有叫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象 在围棋当中 天园就是它的太极 黑白就是它的两仪 而它的变化 其实就是此象 人们把文化当中的内涵 贯注到围棋的棋艺当中去 这个棋你要说 从什么时候发明的 我们很难考证它 但是围棋的形成之后 它具有中国文化的概念 已经折射得非常全面了 围棋它实际上 我们说跟中国古代 所说的一种东西 叫做道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你的道形 够不够深呢 你对世界的理解 在你下棋的时候 就能够体现出来 刚才梓老师讲了 这中间这一点叫天园 但是一般的下棋的时候 天园这个地方 大家不会去靠近它 因为这个地方四面不靠 那放到这就要被人吃掉的 有一天在唐朝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大英雄 叫秋然克 当时他要跟李世民 也就是我们的唐太宗 争天下 他就跟李世民说 咱俩不要打仗 打仗的话 天下会死很多人的 我们下一局棋吧 谁赢了 谁来争这个 他学姐说 如果我败了 我就不跟你争这个天下 李世民说 好吧 咱们下吧 但是你李世民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精兵强将 我刚刚跟你起来争天下 你得让我几个子 可以 李世民说 我让你四个子 好 你既然说让我四个子 啪啪啪 就把四面的四个星位 就是四面四个角 全部占掉 你李世民到什么地方 跟我做根据 你跟我打呀 李世民毫不客气 就把一个子放在天园上 哇 求然可一看 这一个子放在天园 把我四个子全部断开 长叹一声推平而起 他认为李世民 是真正有英雄豪气的人 能够把天下 放在一张棋盘上 自己还不够休息 那么在中国近代的棋异之中 也有人体现出了这种道 谁呢 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听说过 吴兴源这个人 我还真是没有怎么听说过 现在咱们就不太记得他了 但当年可不得了 吴兴源当年是横扫整个 就是亚洲围棋界的 就是最高的围棋的代表者 那么他呢 当时出生在中国的福建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东渡日本 在那边学习之后 他的棋把日本最优秀的棋手 全打败了 七个日本最优秀的棋手 全被他打得降级 人家就问他了 说那个吴兴源 您为什么下棋下得这么好 他自己就说 说我和这些日本棋手 在比赛的时候 人家也是一级的顶级棋士 人家棋义角度 我们差不了太多 但是有一样 我跟他不一样 每次下棋之前 我先要看道德经 这道德经跟这个下棋 有什么关系 他就说道德经 就代表着中国古代 道家的这种修行 我是按照道来走这个棋的 最后呢 吴兴源就在当时 成为最好的棋士 有没有会下围棋的 欧盟西会 会 我是第一次 在另一个节目上 我是正好碰到了 中国最厉害的 那个尾棋架大 叶卫平的儿子 对 他儿子当时 线上就叫我的 其实现在叫我 我跟主持人打 后来把他给打败了 那你的起点够高的呀 这个是跟尾棋的 第一次解除 就是08年 08年当时我是大四 就是我当时当导游 当时我就是 那个中国游客 就跟我朋友告诉他 高山你会下棋吗 我当时可觉得 应该是象棋吧 后来就发现这个围棋 我从来没见过 他们带了 在里面玩 后来呢 他们叫我的时候 哎 高山你赢了 真的吗 真的吗 你会骗我吧 赢了自己都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还有没有 我下开后找欧盟西 他教我 不知道欧盟西水平怎么样 平时经常会下吗 围棋 也不经常 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 不到20次 不到20次啊 对 那你这个水平 确实可以交赛纳了 但是我可以一分钟之内 教会他们 速成法 我们那个观众朋友们 如果不会的也可以 这个白色的下 它有四个生命线 这就是可以跑掉的地方 只要是一个 四个生命线 被弄掉了 它就是被吃了 这个我也知道 对 对 这个我也知道 可能说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实际要给它操作好 要迎起还是挺难的 好 来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段 来看 像棋 这不是 我们在西方一般玩的那种 一个是国际像棋 一个是中国像棋 那这个跟国际像棋 的区别是什么 像棋没有这个中间 四个字 这是一个 一条河 为什么叫像棋 就是因为那边有像 来 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 为什么叫像棋 是因为它有像吗 像棋也是在中国发明的 应该说相对早一点的呢 我们把它叫做六伯 另外一个字 竹子头加一个广伯的伯 是最早的人们对于这个棋的 这样的一种指代 它是靠着制骰来迎棋的一种方法 到后来的时候呢 人们说为什么叫像棋 大约有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呢 就是说这种六伯的棋子 是用那个象牙来做成的 所以呢 人们把它叫像棋 这只是一种解释 我更偏向于另外一种解释 就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呢 有一个典籍叫像京 这个像京当中 讲日月星辰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的隐身 隐身到了棋艺当中 所以呢 我们最早的六伯当中的日月星辰 就到了隋唐时期 就变成了我们的居马将族 所以这样的一种演化呢 是由像京而来 于是呢 人们把这样的一种棋艺 叫做像棋 我们的这个像棋啊 在古代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形制 它也是逐渐发展过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楚河汉戒 其实就是在汉末的时候形成的 因为当时呢 有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 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呢 争夺天下 当时在中国有一条运河 叫做鸿沟 他们曾经化鸿沟为戒 鸿沟以东归项羽 鸿沟以西归刘邦 但谁也不遵守这个规则 有了这个宗教一条河呢 还是互相打来打去 于是中间就把鸿沟呢 搬上了象棋的棋盘 称为楚河汉戒 象棋还是有个非常古怪的变化 这是在世界各国的棋里面 都没出现的 不知道大家有谁知道 司马光砸钢 是不是有个小孩 在一个钢里面 然后他就是拿石头 把那个钢砸掉 然后把水放出来 让人救出这个小孩 是这样的 那么司马光呢 他爱出奇想 于是就曾经发明了一种象棋 是六个人下的 但是这个棋没有留下来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孟希你想一想为什么 因为很难找到六个人一起玩 对了 我应该也给你加十分 谢谢 向尾各位都好奇 这个山棋里面的将和帅 他们感觉他们没有 那么大的自由 东的地方很少 这是象棋等级制 所造成的 它的特点就是 冰种的级别越高 在棋局中所出的力量 其实越少 将和帅 应该是级别最高的 它只能在这个小方程里面转 那么象也同样这样 觉得跟中国的文化 有点关系 它把它带入到了象棋的里面 刚才我们都讨论了这个象棋 也讨论了里面的 很多这个棋子 其实从这个中国象棋 我们还产生了很多的俗语 这样吧 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你们来说 你们最喜欢 这里面的哪一个棋子 然后我们的导师 可以来说说 有关于你喜欢的棋子的一些俗语 我喜欢炮 因为它可以在很远的地方 就攻击对方 我们在俗语当中 常常有一句话叫当头炮 如果炮炸在我们身边 可能炮的威力 把我们震倒或震伤 当头一炮 那对我的杀伤力是最大的 我们还可以组另外一个词 叫马后炮 把马放在前面 把炮放在后边 那炮的威力就小了 常常在做事的时候 马后的炮 威力就减少很多 脚边上的那个 叫东吗 还是 在象棋里念鞠 它跟那个国际象棋一样 只能竖着和横着走 常常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弃足保鞠 大家牺牲掉一个足子 好把这个鞠保护住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 这个车或者说是鞠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因为出去的时候 我们当时主要就是战车 战车上面有武士 有的武士拿着长矛 有的武士拿着弓箭 上面去和敌人去作战 到底一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大 就跟现在要计算 你们国家有多少辆坦克呀 有多少架飞机一样 那个时候就算你的国家 有多少辆战车 如果你这是大国的叫什么呢 叫千乘之国 车流传到了我们的象棋里面 就成了最有威力的这样一个棋子 就是我愿意后做一个无名的小足 他就是走得很慢 但是他不会后退半步 我们常说叫小足过河 不回头 在象棋当中 足也是一种精神 勇往直前 他靠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然后与别人浴血奋战 有的时候足也可以将军的 足的精神他虽然很微小 但当他发挥了他最为英勇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他一样能量很大 所以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还有一句话 小足过河 并大居 足字虽然经常被别人所牺牲 但是只要他自己努力的话 最后他可能成为棋盘上最霸道的棋子 每一个棋子都很重要 缺一不可 在座的同学会有下象棋的吗 有会下的 欧摩西 欧摩西围棋 像棋都可以啊 麻将斗鸡 麻将斗鸡 不算是棋啊 我就是对这种感兴趣 像棋是我媳妇儿交给我的 但是这个其实是听到的 当时是在酒寨沟 然后第一天到的时候下雨 所以不能进去 就在那个宾馆带着啊 然后他有像棋 这是我媳妇儿 他这个脸 这个委屈的脸 你看我边上有多少个吃掉他的 他边上有多少吃掉我的就知道 这不是他教你吗 他教我 然后我把他打败了呀 他只溜一个 他说我不玩了 我说我们得玩玩 我还要学习嘛 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结束这个游戏对吧 他把你教会了 你反而赢了呢 这个就是应该中国有一句话 叫长将后朗退钱了 这用在这儿合适吗 可以用清出于栏而胜于栏 刚才我们的同学们表现的都不错 好 来拿起投票计 请投票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一 停 欧盟系二十一票 暂时领先 好 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造剧环节 我们哪位观众要给我们造个剧 小朋友要不要试一下 我知道象棋 马走日 象走田 居走直线 炮翻山 哇 你好厉害啊 谁教你的呀 是我的家长和我的朋友 来 上面这位 北京大大小小的商场 新罗旗步 热闹非凡 又说了一个成语 来 看看你们写的 来 我们来看看塞纳的 你遇到选择问题 我都会举棋不定 举棋不定 什么意思 就是不知道选哪一个 三思而后行 我觉得解释这个 举棋不定还是对的 但是你后面加上一个 三思而后行 反而不这么对了 它是两个意思 举棋不定是源于左传 左传是这样说的 说一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友 也就是说举棋不定 是拿着棋子在这里 不知道放哪好 所以它是犹豫不决 三思而后行 那这个三是多次思考 反复思考 然后我做决定 考虑的东西很全面 我发现很多女生 可能经常会举棋不定 女生一胜就有这个 女人一胜是吧 就是举棋不定 各种面临选择都会这样 她们做不到决定 就是比如说晚上想吃什么 她们就会问身边的男生 但是其实 当她们一问这个男生 他自己也很清楚 那我们比如说不行 那我们吃那个 那不行 什么都不行 男朋友是用来否定的 对 对呀 你平时还会每一次 都很积极地去配合吗 那当然会 我倒想说呢 对女孩子来说 举棋不定有的时候 我觉得是带一点可爱的 你看女孩子出去买东西 她比如说 她说哎呀 我到底要一个耳环好呢 还是要一个项链好呢 最后结果就是 老婆把项链也拿回家了 把耳环也拿回家了 那这样女孩子举棋不定 带有一点可爱 但是男孩子举棋不定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我在这一点上 和萨老师有不同观点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不可以举棋不定 也就是说 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叫做当断则断 不断则乱 在决定一件事情上 要有自己的主张 举棋不定 一定是一种游移 而且是一种犹豫 这种犹豫 它可能会错过机会 所以我们要学会看本质 看什么东西对我自己最合适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永远不做决定 也是一种决定 那就是最糟糕的决定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 婚姻是要庆奉对手 给我们说说 就是你选择的对象 你肯定要选择同样层次上 你不能一个在这儿 一个在那儿 或者什么 这样就没有同样的话题 就那种感觉 欧梦西他是想得很简单 实力比你相当好的女生 不停要找你这样的人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实力相当好的女生 他们一般会找到跟她们 比她们高一些的男生 我也觉得女孩子 会选择比自己优秀一点的男人 因为她想崇拜 有的女生 咱们选择男的 必须比她优秀的 不会找其风对手的 女孩子发现她找不到完美的 所以她是 她找一个差不多中等级的 然后把这个中等级的通过她的 她自己性格和什么 改变成那个最高级的 对呀 我明白她的意思了 就是婚姻应该就是像学霸和学霸的组合 帅哥跟美女的组合 学渣跟学渣的组合 但是欧梦西我告诉你 爱是无界限的 爱是两个任何的一个不相干的人 是可以相爱的 作为一个学霸 你很想一个学诈的女生吗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爱 最重要的就是人体 因为这样的人善不善良 对你好不好 踏不踏实 这才是真正的爱 同一大位就说 你怎么爱上她 就是你看到她的某一个优点 我看到了就爱上一见重脸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我想起来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 很帅很帅 典型的帅哥 然后他娶了一个不漂亮的女人 然后大家都问他 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女人结婚 然后他说 上帝给了我的美丽 所以我会选他 跟他分享这个美 说得好 欧梦西说 他愿意找棋逢对手的 这是他的生活的选择 他愿意和他的太太 在一起共同地斗智 斗勇 两个人相亲相爱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像大卫 他可能会认为 我是学霸 但是呢 我可以原谅女孩 学习的成绩 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们俩只要有爱 我们一样 可以把爱情走下去 所以这又是一种选择 所以每一个人的爱情 有每个人选择的道理 聊了这么多 已经把我们这个下棋 跟人生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那接下来呢 马上就要进入 我们今天的来龙去脉 为什么说人生如棋 我觉得人生如飞行棋 应该是更像跳棋 你给自己搭桥 棋啊 未必是指的是围棋 它就是我们共同认知的 一种棋盘 最让我们蛊惑人心的 那就是它的不定和变化 快乐汉女 下节更精彩 有一个词呢叫 人生如棋 先来问问大家 人生如棋 你们觉得人生如什么棋 我觉得人生如飞行棋 因为只要遇到好的机会 就支飞了 剩好多事 不会那么累 那不就纯凭运气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 更像跳棋 因为机遇你不是等来的 而是自己给自己找来的 你给自己搭桥 才能够越走越远 对不对 所以说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把自己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一切的最有可能的事情 要玩跳棋 人生就是跳棋 我觉得人生更像一个象棋 人生不管做什么事 需要一个团队去跟你配合好 就是像那象棋里面有 金把炮 象士兵 然后在我们国家有个说法 一个头脑是好的 三个头脑是更好的 能很好的跟一个团队 合作的情况下 一个事能很好的做好 我觉得人生应该如围棋 就刚才两位老师说的 说的围棋 这种应该是一种态度 就是生活态度 你应该是学会领悟 在各个领域或者专业里面的 你也可以领悟到 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做出来这些事 其实这个棋啊 未必是指的是围棋 也未必指的是象棋 它就是我们共同认知的一种棋盘 而在这个棋局里 最让我们蛊惑人心的 那就是它的不定和变化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步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在我们国家 有一个古典的文献 叫曾广贤文 在这里边他有一句话 他说事事如棋 局局心 到现在为止 没看到一盘是相同的 所以人生就和这个棋一样 你很难去未卜先知 你也很难预测 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 但是不管是什么棋 其实有两点跟人生 还真是很相似 第一点呢 就是人生没有长法 那么第二条呢 胜负无常 在我们人生之中 每个人都经历过 也许这些就是棋 和人生相似的地方 人生如棋 后半句听说过吗 落子无悔 知道它的意思吗 你一旦做出了决定 你就是不要再后悔了 不能变了 就是下棋不能悔棋 就是不能变了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如果现在 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可以悔棋 你最想悔的是哪一件事情 过去的事情 我唯一后悔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以前 当你小时候 你还不明白 对人生还不懂的时候 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再回到过去的话 我觉得我把以前的日子 可能是会过得 稍微充实一些 如果那个时候 把所有 那个时候该做的事情 做得很好的话 可能现在的日子 可能比以前还会太好 欧蒙熙 我姑姑说要让她 因为我经常在中国 我是基本上都见不到她 她也不在奥地利 就一直说让她来中国 但是现在纪念夏日 她去世了 这个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 要是我会 会她那个地方也可以 或者把她带过来也行 就是一定要抓住时间 我也有类似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 就是今年五月份的 就是我姥姥也去世了 我觉得就是她去世了之前 我没见到她 就是人家很可惜的 就是后悔 我觉得如果是要穿越时间 我会穿越 就是回埃及 就拍她一段时间的 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上学 回不去 珍惜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 争取不要有后悔的事情 其实让大家来回答 这么一个问题 并不是真的 要让大家重来一次 只是要提醒大家 人生如其 落子无悔 就不能回头了 所以每一步都要慎重 而且要珍惜当下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一点秘密 那么我当初 遇到我太太的时候 她有一句话感动了我 是我最后娶了她 哪一句话呢 就是当时我问她的一句问题 我说你觉得什么是幸福 结果她回答的我一句话 是这样的 把今天凝固就是幸福 我就明白她这个人 对人生是很豁达的 人生呢 下子是不能后悔的 只要你下了这个子 就要承担下这个子的这种责任 那么呢 你就把这个责任吞下去 继续往前走 虽然我已经都50多岁了 但是你们的很多观点啊 我觉得对我都很有启发 如果说人生 有人拍着胸脯说 我一生无悔 我说她在吹牛 因为人生的经历 是在积累 反思和成长过程当中的 我们常说一句话 说人生如话剧的舞台 但是呢 人生在演话剧的过程当中 话剧是可以彩排的 人生没有彩排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关键的时候只有几步 如果关键时刻 你没有把握好 可能人生就会朝着 另外一个方向去走了 所以人生如其 落子无悔 一定是这样的 很多人可能会说了 我们人生路那么漫长 难免会走错路 是不是我走错了一步 后面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或者是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呢 你瞧瞧大路通罗嘛 也就是说你走错了一步 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路 可以让你走 也许那条路会更好 这种话 我觉得是有点安慰的色彩 实际上是失败之才会那么说 我们在人生当中 每一个事情都要做得很对 或者很好 在关键的时候走错路了 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并不赞同大卫的选择 中国有一句话 三望是吗 言之非福 可能一年两年之后 其实你发现 你之前你认为是坏的事情 其实变成了好的 而且可以 现在中国人经常说 这就算是缴学费了嘛 你学会了一个 说不定你之后长得是比之前的要更好 你这是一种很乐观的人生态度 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赞同这个观点 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部分 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就像我们《三国演义》里 曹操把所有战船连在一起 刘备有句话就是 遇破曹公 遗用火攻 万事俱备 此前东风 咱们这个礼就是因为曹操的一个失误 所以导致整个赤壁之弹 朝军大败 满盘皆输了 对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小心走错了 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经验跟教训 为自己下面的路程做一个指引 让以后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好 我一直有一个 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人 这个老人就是楚石健先生 他呢不认识我 但是我非常敬仰他 在人们看来 在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里 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一无所有 当他以一个高龄 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弃而不舍 然后去种楚城 然后把楚城推到了 今天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规模 如果说在超市里 有楚城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话 我一定买楚城 不仅仅楚城 我认为它很好吃 更重要的我在于 我知道楚城的来历 我这里边蕴含着一个老人 对于人生的一种百折不挠的 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我认为 在人生这个角度 不一定 骑错一招 人生就没有了 永远在人生的最关键时刻 咬牙坚持 我们得这么讲 什么是你的人生 在别人看起来 可能你的人生是从你的零岁 一直到多少岁 一直到你去世 但是对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包括我和隋老师在内 我们什么叫人生啊 你后面的事才是你的人生 你选错了一招 意味着什么 只不过你现在的人生 起点跟人家不一样了而已 但是你在此后的人生里面 你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 不到最后生命的终点 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赢家 我建议我们的同学们 可以去学学这个下棋 静下心来 下一盘棋 没准可以悟出 很多的人生道理来 好的 那我们拿起我们的投票器 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投票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一 停 好 大位超过了欧盟西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隋唐大测验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字呢 是棋 所以啊 我们后面的游戏 都是跟棋有关的 游棋规则 五子棋是一种双人对弈的 纯色略形棋类游戏 起源于中国古代的 传统黑白棋种之一 双方谁先形成 五子相连 则谁胜出 好 来 开始 加油 来 凯太连给90岁的老太连都输了 我们现在老婆打败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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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艾卡加油 把艾卡打败 来 太棒了 艾卡加油 艾卡 我看你的表情不对啊 对 看起来你会喷得太说 艾卡 你的表情越来越不对 加油 艾卡 你对得起我吗 你对得起我 我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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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大我也会奔得逃 高山太热了 哇 太棒了 第一局欧盟西胜利 琴棋书画中的棋指的是什么 好 应该是围棋 确定吗 确定 好 围棋对不对 有一答正确 小心心一枚 琴棋书画各有所指 比如琴就是古琴 而棋就指的是围棋 因为象棋并不为 士大夫阶层所完全接受 它作为象系是一种游戏 围棋是一种高雅的 这样的修养 所以围棋才是这里正确的答案 好的 来 我们第二局 请开始 太热了 太热了 毕上 太热了 加油 太热了 不 好 力达胜利 好多 所以大卫可以有答题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题目 下棋在古代被称作什么 对着 对意 别看老师 对啊 对意 B 对意 对不对 回答正确 允许小欣欣丽梅 最后一局 由高山和大卫来完成 请开始 OK 都是刚学 他俩 一起 你是干嘛 一起 高山太可 对啊 干净 对对对 我好记彤在干嘛 天呐 可以看吗 哎 不是 哎 哈哈哈 这个没法没法帮忙 真的 对 没有 哈哈哈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是这样的吗 你确定是这样的吗 你确定是这样吗 他问那个美帮的法座 彩彩不要说话 不要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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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 别这样 哈哈哈哈 累死了吗 哈哈哈哈 很密切的我好久有看 哈哈哈 你本来一二三四 本来你本来是放在里面就赢了 这不是一二三四五吗 不要干嘛 我赢了 他怎么可以赢啊 一二三四五 那这一局呢是大卫获胜 你俩可以说是棋逢对手 来 爱卡答题 以下哪个词是正确的 A 旗鼓相当 B 旗鼓相当 两个旗不一样 B B 是吧 对不对 哎 旗鼓相当 因为旗鼓相当啊 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战场 这边旌旗烈烈 那边旌旗烈烈 这边战鼓齐鸣 那边战鼓齐鸣 如果两边不对等 那就说明他们两个的军力不对等 所以旗鼓相当指的是势力均衡 这道题出在这里特别好 他俩也是旗鼓相当 旗鼓对手 好的 所以爱卡可以领取小猩猩一枚 谢谢 那这个环节呢是大卫爱卡这个队获得了两枚小猩猩暂时领先 好的 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是跟棋有关 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一回呢要走飞行旗 游戏规则 飞行旗发明于二战以后 在本次游戏中双方智晒下棋 如果红队走到红阁 蓝队走到蓝阁 则有答题机会 谁先走到终点则谁胜出 石头剪子布 石头剪子布 王萌西准备好 四 没有答题机会 大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哇 有答题机会来爱卡准备 就搞这个鬼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中的橘子 原意是指 B 棋局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哇 来 小心 心 命 美 欧盟西 来 大卫 五 哇 答题机会来卡 棋逢对手的意思是什么 A 实力相当 B 差距悬殊 实力相当 实力相当 对不对 回答正确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遍了 1 好 高山答题 举棋不定的意思是什么 A 犹豫 B 后悔 A 你怎么这么犹豫 好 恭喜 来 选小欣欣一枚 走的姿势都很美 一 二 三 四 五 二 好 答题 高山 举棋若定比喻什么 A A 对不对 好的 来 继续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来 艾卡 答题 星罗旗步形容什么 多 多 看一下正确答案 星罗旗步指的是像猩猩一样的那样的多 或者是像棋盘上面的棋子那样多 都是指的多的意思 来 欧盟西 三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别骗别人 OK 四 一 二 三 四 六 有答题的机会 艾卡 事事如其局局心 指的是什么 变化 变化 对不对 好的 来 小心欣欣一枚 打得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高山答题 以下哪个选项属于中国古代的文房似艺 听我的没错 A B B B 对不对 因为说不经过 那是文房似宝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高山答题 法后胖 正义俗语来源于哪种棋 A 象棋 象棋 对不对 大胃 二 二 一 二 获胜 蓝色队获胜 到底哪一位同学您最满意呢 来 拿起投票器 开始投票 没有 没有 三 二 一 所以本场的人气学员是大胃 恭喜大胃 我们下课了 大胃 小胃 世界之人生活全部是滋味 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之后 我觉得人生还是很完美的 六岁之前给它留下非常美好的味道 平凡中见不平凡的道理 一起来关注本期的快乐汉语吧